等过了几年 爱情的新鲜感过去了 肩头的负担越来越重 你觉得他还会 抛弃一切去拥抱你吗 可以和你谈谈吗 今天的事 我向你道个歉 不用道歉 我祝福你吧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我道歉是因为 今天我和雨哲 只是演了一场戏 你说什么 雨哲是喜欢你的 这一点我很清楚 不过叶佳和李佳的家长 并不在意这一点 我和雨哲之间 有没有爱情无所谓 能形成商业联盟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订婚宴 雨哲并不知情 也不想参加 但是为了两家那么多的 亲朋好友和合作伙伴 她还是陪我演的这场戏 你来我是真的误会她 不过同样是女生 我想提醒你 能解释的误会 就不是问题了 不得已的伤害 就能被原谅吗 霓兰 霓兰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承认 我从来都没有希望 你们俩的好朋友 但是这一次 我是站在你的立场 替你考虑 你想想 今天雨哲可以迫于 两大家族的压力 和我订婚 明天就有可能迫于 压力和我结婚 好 就算没有我 还会出现一个 更大的家族 一个更有分量的千金 都是不得已 都是情非所愿 可你能一次一次地 体谅她吗 直到她被父母逼着 哭着 求着 真的和别人结婚了 你还能体谅吗 你是在用自己的青春 堵一段 没有未来的感情 她现在是爱你 这一点不用质疑 但她身在这样的家 族这样的位置 就有她必须承担的责任 等过了几年 爱情的新鲜感过去了 肩头的负担越来越重 你觉得她还会 抛弃一切去拥抱你吗 我今天来 就是想把所有的利比 都告诉你 如果你愿意放弃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你也可以继续 纠缠着雨哲 两个人自私地 相守在一起 但是到头来 万一有一天分开了 给你和你家人 带来的伤害 你得自己承受 你们这段天真的感情 到底值不值得 你自己考虑清楚 家宁还是不肯原谅你吗 我知道今天的事情 她一定误会了 我去找她解释过 她说我们两个只是在演戏 可是她听不进去 她的脾气我了解 这种情况下 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 如果 她打算放弃你 你能接受吗 我想 对于两个人的感情来说 只要其中一个人还没有放弃 那就表示这段感情还没有结束 我不会也不想放弃家明 我不会也不想放弃家明 不管到最后 她是不是愿意原谅我 她如果用力地推开我的话 我会尽量站得离她远一点 不去打扰她 但是无论如何 我对她的心意 永远都不会变 我早就应该猜到 你令日子决定的事情 她不会轻易放弃 一兰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欺骗你 订婚典礼结束之后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你在乎吗 你只在乎宋家 一兰 对不起 抱歉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先走了